大家好,就在上周,2021年12月9日 一个重量级的漏洞被公布了,引爆了整个互联网 12月10日凌晨,很多程序员被迫开启加班模式,开始应急响应 这就是Log4G2远程代码植物漏洞 Log4G是一个加把的日制组件 被互联网上数以千计的业务服务器使用 网络安全专家认为,这一漏洞潜在危害极大 甚至可能是计算机历史上最大的漏洞 包括苹果、三星以及Stream在内的云服务都可能受到影响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已将这一漏洞严重性列为最高 更糟糕的是,受影响的服务器极易受到Log4G漏洞的攻击 即使没有经验的黑客,也可以利用这一漏洞成功执行攻击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向行业领导者呼吁 该漏洞是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那一类 并且可能影响数以亿计的设备 如此严重的漏洞,波及面这么广 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实际上这个漏洞是被一个中国人发现的 是阿里云团队的一名成员 2021年11月24日,国内的阿里云安全团队向阿帕奇官方 报告了阿帕奇Log4G2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随后,奥地利和新西兰官方的计算机应急小组 率先对这一漏洞进行了预警 到了这个月10日,漏洞影响进一步扩大 这天,微软旗下的一款游戏《我的世界》发布公告称 他们游戏的Java版容易受到攻击 并建议用户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玩家可以通过在游戏聊天框中 粘贴信息方式在其他玩家的电脑上执行程序 同一天,国外网络安全公司发现 使用这一漏洞的恶意用户激增 有证据表明,一些大公司Stream 以及苹果的云服务受到了影响 另外,推特和亚马逊也受到了攻击 据统计,在漏洞出来的72小时内 黑客已经发起了超过84万次的攻击 别有用心的人已经将这个漏洞武器化 并还开发出利用该漏洞向外分发的工具 执行加密货币挖矿,发送垃圾邮件 通过大型僵尸网络发起分布式拒绝服务等攻击 相关国家的网络安全中心 以强烈敦促企业务必提升安全意识 并其实为旗下的业务平台打上紧急修补程序 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还没有一起因Log4J2攻击而导致的严重安全报告 但IT管理员显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利用这个漏洞 攻击者几乎可以获得无限的权限 比如他们可以提取敏感数据 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删除数据 安装勒索软件或进一步散播到其他服务器 目前各大公司已开始着手修复这一漏洞 阿帕奇基金会也已发布了Log4J2 2.15.0 2C2修补程序 对于一时间无法升级的公司 可以采取设置环境变量 配置防火墙 禁止外网访问等临时应对措施 由于老陈的公司也是做网络安全的 并且一些服务组件也用到了Log4J2 在知道情况后 老陈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修复 下面是我修复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分享出来给大家 这是我整理的一个Jera 是针对我们公司处理的这个漏洞的一些经验 首先是Elasticsearch 如果装的是6和7的版本 根据Elasticsearch官网的说法 这个漏洞不会影响Elasticsearch 因此无需修复 如果公司还装了Zukip和Kafuka 由于他们使用Log4J旧版本 所以也不受影响 接着是Solar 如果部署了Solar索引 那么得在服务器上设置这个环境变量为区域才行 由于我公司的产品打包给客户时 使用的是MicroKabias 所以我直接在Yaml文件中设置的环境变量 另外如果你们公司部署了Apaq Sdown分布时计算框架 那么必须抠掉Log4J2价包中的 JMDILockup.class 具体位置在这里 另外如果公司还部署了LogStash 那么必须和Sdown一样 抠掉JMDILockup.class这个类 仅仅设置环境变量是不够的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经验 不懂的小伙伴就当我真有抬起来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